今年娱乐圈的事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啊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小璐没有开好头的缘故,毕竟他在咖年的时候就一起和弟弟PG1去他家讨论剧本去了,因此贾乃亮头顶一片青青草原,明明是有苦说不出,却还得装出一副我很好,我还可以更坚强的样子给大家看,还真的是让人心疼啊。 女友落难,李晨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心寒,网友,婚礼还做数吗?我们都知道,李晨和范冰冰算是好不容易走在一起的,当公开恋情时,也是获得了全网的祝福,而李晨前女友张新宇送祝福,却被批示另有所图,也因此张新宇和范冰冰从此就杠上了,而后范冰冰的事业那是一帆风顺, 资源拿到手软的同时,更是帮男友李晨的知名度也带上去了,因此这段本不被看好的恋情慢慢地被大家接受了,也慢慢觉得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安排吧。 李晨和范冰冰也慢慢地开始为以后做筹划,而李晨也向范冰冰求了婚,就在大家以为范冰冰和李晨在今年就会完婚之时,范冰冰落难了,可以说范冰冰至今都还没有消息吧? 并且还听说,范冰冰三年内都禁止拍戏,更惨的是和高云翔拍的八星船也无法播出,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啊。 而对于女友这件事,好像她至今都没有做出任何举动,难道是害怕自己也被卷进漩涡吗? 要是不是的话那至少也站出来,为女友说一句话吧? 可是李晨自始至终都没有为范冰冰说过一句话,还真是令人心寒不是吗? 仰观李晨没有范冰冰,她能走到现在吗? 估计再奔跑吧兄弟,里面只能做一个充满力量的大黑牛吧。